这个图片呢,是从这个发言人平调到什么边境啊,还是海洋寺这样一个地方吧 平调,不过平调的这个地方呢,好像已经不重要了 其实是明平调,实际是降值 这样的很多人分析呢,就是一位臭丫头,这个后面总着火,实在是弄不好 那么现在臭丫头呢,又来,又大过年的发了一个东西 要不摆这个尖刻送进大牢,她是停不下来 因为臭丫头真诚的认为自己是争议的嘛 在她大年30发的这个,或者大年初一,或者大年29,反正就第一天发的吧 发了这么一个图片,就迎春街服 被这个新华早报来报道 但有人认为她穿的这个羽绒服啊,是品牌 叫北面,这个北面不是欧洲的,就是美国的,反正就是 要为什么要谈这个品牌呢 因为这个品牌就是有这个问题,大家看 抵制新疆棉这个品牌 那你这个人,你是个什么人 你是怎么回事 你在给北面代言吗 有人说她穿的这个防服就是北面这个品牌 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品牌 抵制很坚决,身体很诚实 他已经是成为抵制新疆民 绝对的 可以成为要反抵制的一个对象 怎么这里还穿的她代言 这里有个朋友认为她穿的这个品牌 就是这个NORTHFACA 这怎么读啊 反正就是说是北面品牌 这样合适吗 我想名字起什么 叫做臭丫头 得瑟大聪明 春节贴 对联 曝光 生存 抵制棉 厂商 余容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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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